黄金资收站变卖所得当作奖学金回馈学子 新庄立太礼办公处持续这项工作 今年已经迈入第八年 旅长表示希望鼓励在校成绩表现优异的学生 希望他们能够用功读书 有照一日学有所成 也能够回馈社会 上台领奖的学生从地方名代 以及立太礼长许文章手中亲自颁发的这笔奖助决金 可是由里内黄金资收站变卖所得后再提播出来 旅长希望用行动实质回馈地方 对在校成绩表现优异的学生 鼓励他们努力用功读书 107学年度成绩优秀奖学金 今年总共有74名同学得奖 纸卑有国小、国中、高中、大学 四个纸卑 今年已经办理第八年 今年共有74位来自各国高中学生 等成绩优异的学生上台接受表扬 里长表示当天受邀参加颁发奖助玄机的民意级人士 包括议长服务处等人也都到场肯定立太礼办公处 将黄金资收站变卖所得 周围教育奖金的理念 勉励学职勤奋向上精神 让这项活动持续办理至今 已经迈入第八年 加会学职展现成果 大家有目共睹 在我们优异的学生能够得到我们许文章里长 在我们资源回收站所让垃圾变黄金 当然站在议长的角度 我们也是非常感谢许文章里长 我们一向跟许文章里长都能够共荣 一起在为我们学友有的学子 所有的我们的困苦的学子 以及优异学生的学子 未来的努力上能够得到更加更多的帮助 这个奖学金的经费来源是取之于 我们里内办理资源回收的回费金 当天邀请到我们的新庄大家长 支部区长 还有我们市民 市议员冯林00一元 还有立法委员吴秉瑞 以及市议员签名誉 这个东西邀请到他们到现场 为里内学子鼓励 会场有不少学生家长出席参加 和孩子分享这份荣耀 此外里长不忘感谢 默默在胜后付出的环保志工 这项公益善事才能够顺利推动 记者黄又贤新庄采访报导 公益善事才能够取不出发 毁吴责新庄保志工 第三个第五天 又嫁公益善事才能够取得 毁吴责新庄宋